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趕快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大家應該都有感受到 溫度還是非常的冷 而且我們要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到明天這段期間 受到輻射冷卻的影響 各地的溫度都還是偏低的 至於明天的溫度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面來看 主要來說 隨著這個高壓出海之後 這個冷空氣會慢慢的減弱 明天的溫度就會往上來回升一些 而且明天天氣大致上跟今天差不多 各地都是屬於比較晴朗的 一個天氣形態的 好 我們從雨區暴圖 可以清楚的來看到 今天晚上到明天這段期間 在東北部地區 會有一些零星的震雨 到了明天 同樣是在隱封面地區 會有一些零星短暫雨 不過雨勢都不會太大 至於其他地方 都是屬於多雲道晴的一個穩定型態 但是還是要特別提醒了 因為那清晨受到輻射冷卻的影響 溫度還是偏低 因此如果要早出晚歸的話 還是要多穿一點的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在基隆跟新北市會有短暫的雨勢 臺北市多雲道晴 高溫都回升了 有機會來到二十度 在於桃園 明天雲量比較多 新竹跟苗栗晴島多雲 但是苗栗的低溫是九度 而在台中昭化跟南投 是晴島多雲的天氣 南投也要特別注意 低溫是下探九度 在雲林加野跟台南 是晴島多雲的天氣 清晨的低溫 大約是九到十一度 而高平地區明天是晴島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十二到二十六度 之野溫差大 好 在宜蘭跟花蓮是多雲 到有降雲的天氣 台東是晴島多雲 台東的高溫回升到二十二度了 好 在馬祖的部分 明天是多雲的天氣 金門跟澎湖是晴島多雲 好 這個澎湖的高溫 有機會來到二十度 好 繼續要帶大家來整理的氣象 讓小丁您首先要來看到 受到輻射冷卻影響 今天晚上還有明天的清晨 還是屬於比較寒冷的天氣 在高雄一北地區 還是不排除 有可能會有十度以下的低溫 至於白天開始高溫就回升了 各地是多雲道晴的天氣 但是提醒大家 週三開始水氣會增加 到時候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又要提防會有降雨的機會了 好的 以上天氣資訊 提供大家做參考 有任何氣象的問題 都歡迎來到宇捷 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